继续看到市长全局12号分别前往大辽朝中宫及林园的新济宫参乡祈福 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并且发送新春红包给地方乡亲 向大家拜贺新岁 带您一块来看看 农历春节将至高雄市长辰局12号前往大辽朝中宫参乡祈福 并且发送新春红包给地方乡亲 向大家贺岁拜年 面对年底即将卸任 承举感谢大辽乡亲多年来的支持 并表示市府关心大辽建设发展 改善淹水开闭道路 整顿环境 希望给乡亲一个安全宜居的家园 市政府都很关心 我们一定要保护我们所有的大辽政府 我们所有的同学 大家一定要安全保护 所以今天 称局在庙方陪同下向神明参乡祈福 祈求高雄平安无灾 台湾风调雨顺 随即市长又赶往凌园区新济公向保生大地上香祈愿 称局表示 林园多功能行政中心 林园海洋公园北侧道路开闭等工程 预计今年完工 另外捷运红线延伸到林园 也是市府向中央争取的重要市政建设项目 他同时也提到年节将至 许多石化业工厂正在进行税修 将加强劳动检查 确保劳工安全 林园新济公主寺保生大地 城局参败结束后 并且赠送好运红包 吸引民众大排长龙争相索取 抢瞻连结喜气 现场气氛十分热络 港都新闻综合报道